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 十以内加减法的运用 我们先来看图写算式 看,这里有一些离 我们下面有四个算式 那你能根据这幅图 把四个算式写下来吗? 我们来看看 左边有四个离 右边有六个离 我们可以练两个加法算式,对不对呢? 4加6等于10 或者呢 6加4等于10 我们还可以练 减法算式 10-4等于6 10-6等于4 同学们你们都列出来了吗? 好,我们再来看这幅图 左边有五只猴,右边有三只猴 同学们 我们一共有几只猴 那我们可以根据图 来列算式 左边是五只 右边是三只 一共我们用加法 5加3等于8 所以一共有八只猴 同学们 你们列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条题 告诉我们 一共有八只猴 右边有三只 和左边有几只呢? 我们可以列 减法算式 8-3等于5只 同学们 你们列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幅图 也告诉我们了 一共有八只小猴子 再回来告诉了 我们左边有五只 右边有多少只呢? 同样列减法算式 8-5等于三只 就可以求出来 右边一共有三只 同学们 你们列对了吗? 好 下面我们来问一问 看 车上原来有八个人 后来呢 问现在车上还有几个人呢? 我们看 车上原来有八个 现在呢 又上去了 1-2-3-4-5 上去了五个人 下来了 1-2-3-4 下来了四个人 那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算 车上原来有八个人 下来了四个 所以我们列减法算式 8-4等于四人 接着又上去了五个 我们列加法算式 从上来的人 再去上去的四个人 就等 等于九人 所以4加5等于9人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一共有10瓶饮料 那小鹿喝光了4瓶 问还剩几瓶呢 对我们列简法算是 10瓶一共的前去小鹿喝光的4瓶 等于6 所以还剩6瓶饮料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 好 下面我们一起利用 今天所学的知识练一练吧 看一图中有几棵树呢 我们看有1加1等于2颗 答图中有第二棵树 再看第二个问题 树上有几个苹果呢 我们看左边这棵树有3个 就得这棵树有5个 所以3加5等于8 一共有8个苹果 下一题 图中有几个小朋友呢 我们看有3个小朋友在跳皮肌 有2个小朋友在桌皮肌 所以小朋友的个数就是3加2等于5个 那我们再看 图中有几个小朋友在跳绳 我们看这里是跳绳的小朋友 有两个在摇绳 一个在跳 那我们还可以用刚才算出来 一共有5个小朋友 减去捉迷藏的2个 就是3个 再看这道题 图中有几个小朋友在捉迷藏呢 同样的 我们可以用刚才求出来 一共5个小朋友 减去跳绳的小朋友 所以有2个在捉迷藏 同学们 你们做对了吗 接着看 图中有几只小鸟呢 我们看 左边有2只 右边有6只 所以2加6 一共有8只小鸟 再看这道题 图中有几朵红花呢 我们数一数 一共有1,2,3,4,5,6,7 一共有7朵花 那有兰花2朵 所以我们先减去 2朵兰花 要黄花3朵 所以我们再减去 黄花上色的2朵 就是红花 同学们 你们做对了吗 所以图中啊 叫2朵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 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就到这里了 在节课再见吧